大家好我是田姐 今天我要跟着我的干妈去找一位 土家族布鞋的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 听说她的家里啊 存了将近一千双她自己手工做的布鞋 我家是水工不爱主转的 我那种小的就是家装之力 十二岁就给了我老太 我爸我娘他们 你这小的水工不爱制作啊 这些锤子剪那些翅膀都有好多 看着底子啊 土里是在这刮出来的 这下面要搓的这么一肥 你看 要上这么一肥 这转化再做一点 这锁子是用这个麻搓的 用这个麻搓的 这个麻手先 这是被麻刮刮的晒 我那个了分屎 他就开始裹着 你还要往这个狗了 那我拿回来 看啊 可以过我活回吗 他这边先搓 我先搓 然后两个搓活龙 看 看 看这没这活龙 看 他就裹着过来吧 看 嗯嗯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麻绳 这是做布鞋必须要用到的材料 因为这个麻绳呢 它是经过很多次的揉搓 就会变成 嗯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呢 然后他还要经过漂洗 很多遍的漂洗 就会变成这个 白色的麻绳了 然后呢 用这个白色的麻绳 就可以开始来 纳鞋底了 他怎么拿着锅子 我底底也好久了 拿着锅子 嗯 没有没有没有 不吃饭 不吃饭 吃饭 这些就是面子 就是面子 你算大小的小麻的面子 这边还有三枕的 它是薄荷的小瓜 这些 这些 这些好贵 嗯 好黑 种椰子了 那我往往的那边来蒸了 这块最蒸 最蒸是不种 最蒸是种 种了然后斩了背部边 这个是五蒸的 不可复蒸了 过日蒸人间间吃蒸 多日蒸 怎么吃 我买的粘米 粘米子打成粉子 粘米它不脆嘛 粘米也不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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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脆 末日脆是吗 这里的地方有个面房 哦 这个面房就不脆 不脆 吃饭 所以把粘米就扛 扛弄了就上手 一直直来没剪断 现在你 现在你又转给你女儿了 她这时候三十多年了 这个是看着 底子打好了 面子最好了 就是 底子和面子 吃了 就三百日后 就整孩子了 小伙伴把它剥嘛 他就不要 不是要追子 我老师可自己分了 嗯 嗯 嗯 这就是 门儿还好漂亮 看这是一岁的小宝宝穿的鞋子 这些就是小婴儿穿的 哦 这些都是你走好的孩子 嗯 哎 哎 我说哎 没有工厂 我去找你看 哎 哎 哦 在这里柜子里 你小心点啊 大的 小伙伴来的 这些是 这些是薄的 哦 这些薄的 妈妈就是这个薄的薄的 哦 嗯 嗯 这些都是小伙伴的 哎呀很可爱啊 嗯 这些是酸 这些全部都是孩子 这些都是大人孩子 嗯 嗯 就倒一枕 倒一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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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像你这些薄的孩子 要买好一枕 这个啊 今天五十 买不到 现在工具品太多了 嗯 太多地价 我们都买了 那大人孩子呢 大人孩子 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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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一例不吃的 你这些烟细 也劈得好看 烟细多了 都有好的组 嗯 都执20 20 20 有的人喜欢这种烟细 有的人喜欢来做烟细的 正好我穿的 你学学我的孩子 嗯 好好看 那你做一双孩子要几天了 这孩子啊 像这个要做两天再做得进 早就做两天 这个就是天气酸带一公 只有八个仙都追我过 哦 追我只有追你 对对对 也论路上有个老婆婆 路上有老婆婆没带掉 我们这里喊这个是门海 这是那种小宝宝穿的 太可爱了 看似简单的一双布鞋 却要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工序 才能成型 每一针一线 都寄托了图家儿女 善良质朴的美好愿景 和勤劳智慧的民族精神 了不起的传统手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